我還掛著尿袋呢 然後要起來幫她換尿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enise 那我現在在我的好朋友Joanne家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育兒經驗 生產醫療照護等等之類的問題 那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在我的美女媽媽家 Joanne 大家好 她是Natasha Natasha 天啊這個嬰兒實在太可愛了 頭髮很多有沒有 整個博士頭髮最多的嬰兒 那Joanne呢 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還有 這個是她的第二個小孩 然後還有一個小孩是Nathan 就是今天有列了幾個問題 然後想說應該很可以幫助到大家 就是有未來 或是有想要在這邊結婚生小孩的女孩們 或是老公男朋友們也要聽一下 你要不要先稍微介紹妳一下 妳待在那邊待多久了 我今年是第一歲 17年 我還幾歲耶 小孩多大 我大的小孩現在是 已經要三歲了 原本上來講就是要三歲了 然後這一個 現在這一個第二個是 才六個月 也就是說 我才剛生完六個月 欸 我現在才發現 我現在才發現自己 回覆了 他就幹嘛看 沒有沒有沒有 博士最美媽媽 謝謝誇獎 謝謝誇獎 稍微奶奶背 我先生是 在這邊土生土長的華人 所以他也算是澳洲人 因為他的很多的生活方式 跟你們觀念思想都還蠻接近 我覺得還蠻接近澳洲人的 但是他也有一半的觀念思想是 屬於比較傳統華人的那一面 所以就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就是 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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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目前是PR的身份 你花很久時間來拿頭嗎 是在我女兒出生之後才拿到的 所以也沒有生完小孩 就是政府立刻發給你 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我的第一胎生完的時候 就是他們完全就是 就是無感 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一個人生孤單的 但是我生完第二胎 我的小孩一出生 然後他的那個 出生證明 一update給immigration的時候 就馬上就下來了 所以應該也 我覺得應該我女兒帶了 帶給我比較多的 呃... lock 是嗎 就是應該也算是 他應該也是想說 喔好吧 你第二個小孩都生了 我能不能不給你嗎 真的 我幫你的澳洲生了兩貢獻 我幫你生 那個小孩你還不給我嗎 真的 是問他一些Q&A 那訪問一下他關於生產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也蠻好奇的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要生小孩啊 在澳洲生小孩的經驗 一到十分你要給幾分 7.5 7.5分 呃... 3 2.5 我覺得不好 剩下那2.5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 我可能會有過多的期待 就是讓他們... 呃... 畢竟我是在台灣長大的 所以總體來說 在這邊生小孩是ok啦 我覺得ok啊 有合格欸 7.5 對 在澳洲生小孩從懷孕到生產到出院 總共的花費 大家... 錢的問題啊 錢的問題是... 錢的問題很重要耶 這個就取決於你 是在公立醫院生 還是要在私立醫院生 還有也是取決於你有沒有medicare 也就等同於就是 澳洲這邊像台灣的健保一樣啦 嗯 就是保健嘛 然後還有沒有medibank medibank就是私保 嗯 是喔 對 那假如說你是想要走一個很純粹很簡單到不行 然後想要就是 呃... 想要節省花費的話 就是像跟我一樣 我就是在公立醫院 所以呢 基本上 呃... 從生產完到出院 假如說你沒有什麼特別特殊的狀況 基本上是不用花到任何飲料錢 像我的第一胎就真的是... 零元 等一下 你說完全免費 對 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真的是 就是大概三年前嘛 嗯 就是完全都沒有任何的產檢 哇 然後都完全是不用付費 一直到... 呃... 你... 連打無痛分娩都不用付錢 蛤... 無痛也不用 無痛也不用 那... 那你的無痛有用嗎 無... 啊... 有用啊 那個免費 無痛有用 怎樣有錢那比較有用之嗎 沒有啦 當然有 有用有用 沒有亂通 六個月前 呃... 他們制度有稍微改了一下 可能就是說 呃... 可能某一次的特別的產檢 例如說什麼比較高層次的產檢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照倉醫官員 可能要...要付費用 但是費 但就是... 就連...就只有那一筆 很單純的就是只有那一筆費用 之後就再也沒有收過任何的費用 如果你是在公立醫院生的話 對 就是只要你有Medicare那種卡的話 你通常生產產結什麼就是免費 對 就是免費 那還不錯耶 我覺得很好啊 好 OK 那我問你第三個問題嗎 哈哈哈哈 好啦那... 在澳洲產結的過程是怎麼樣 一切順其自然的東西 他們就是完全處於一種 就是... 一切... 我們歸屬大自然 哈哈哈哈 所以當我發現懷孕的時候呢 我第一先... 先要去看的就是GP 這裡的家庭... 家庭遺食 是沒有辦法直接到婦產科 或者是到任何大安醫院做產檢的 然後差不多到了12週了以後呢 由GP來幫你refer 就是怕會幫你寫一個推薦信 寒到... 呃... 你所要去的... 呃... 私立醫院或公立醫院也好 然後呢... 再由那裡的醫院的醫生來接手 接下來的產檢的部分 但是他的產檢也幾乎就是... 差不多... 呃... 呃... 一個月... 兩個月... 一次而已 就是不是說你每個月都要去 這裡的產檢照噪音波 大概只照過... 到一次到兩次而已 所以你整個回胎十個月就是... 就是兩次 兩次 對... 除非你真的... 除非你的小孩 baby 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啊 或等等之類的話 他才會再... 只要是低風險的產婦 他們基本上都是... 用很自然的心態去看待... 懷孕生產這件事情 然後我現在問一下那個... 生孩子的過程 就是你這兩胎都是... 你是國父還是自然產? 我兩胎都是... 自然產 照顧是怎麼樣 是幫你小孩是... 你有坐月子嗎? 那如果有的話你怎麼坐... 因為台灣有月子中心 我第一胎是沒有坐月子的 我第二胎後來選擇有坐 原因是因為我經歷過沒有坐月子 我才可以明白說 坐月子到底有對一個... 就是剛生產完的媽媽來講 有多重要 因為我是有坐 我是請台灣的月嫂來澳洲做 我做好像25天 然後... 嗯... 在照顧上面我覺得 月嫂真的幫了我很大的一個忙 因為它可以讓你真正好的好好休息 然後各方面恢復的都會比... 都會比我第一胎快速說 我相信你也看過我第一胎 對現在的差別 你...那個月嫂你是怎麼找的? 他們澳洲本地人是沒有在坐月子的 澳洲本地人是不坐月子的 所以我跟我先生說要坐月子的時候 他也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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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知道坐月子是什麼嗎? 我後來有跟他解釋 那如果大家想要在國外坐月子 其實有很經濟的做法 就是說你可以去上網買一些 就是他們已經真空包裝好的 什麼... 例如說一些湯壺貼啊 就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你可以請先生 或是你自己 就是把那些 他們已經真空包裝好的 那些... 那些中藥 然後跟你已經冷凍的那些肉 可以直接丟電鍋裡面 這樣子也算OK 一月嫂是怎麼找到的? 有網站嗎?那些 有點...就是類似群組 Facebook的...他們Facebook有那種 就是說什麼... 澳洲的保姆的社團 或者是... 海外月嫂的社團 很多這種社團 好...我就會把那個連結放在下面 所以... 如果有需要的媽媽們 或是... 未來媽媽們 嗯... 或者是說你們真的想請台灣的月少 那你們也可以就是... 在下面留言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推薦的... 視訊可以... 我們可以視訊給你們 好下一題 請問... 醫院和醫生我可以自己選嗎? 醫生... 要看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 如果是私立醫院的話 你可以自己選你自己要哪一個醫生 要什麼...要什麼醫院 那如果像我一樣是公立的話 那就沒辦法自己選囉 那那邊阿子的醫院要照顧好嗎? 就是...那個... 又我要照顧你嗎? 那會怎麼樣 哈哈哈哈 像我的家應該是 就是一切順其自然 開的時候 我有一點被... 這裡的... 公立醫院的... 照... 就是他們照顧的... 方法 跟他們公立醫院的制度下到 他們基本上公立醫院是... 不是每一家醫院都一樣 可是我們這裡的是... 八點... 晚上八點以前 你的家屬都要離開 所以家屬離開了以後 就是只有你跟你的小嬰兒 在一間房間裡面 當然你也不可以說... 嗯... 期待... 他們會把小孩帶走 因為他們是沒有像... 台灣有所謂那種很大的那種... 育嬰子 然後裡面很多寶貝飯裡面的... 他們這邊是母嬰頭製 對啊 我還掛著尿袋呢 然後要起來幫他畫尿布 然後呢 他哭的沒日沒夜的時候 我就在想你到底要什麼 我就按鈴 然後這樣那個人自然說 我不知道他要什麼 他就跟家說 他可能肚子餓了 然後就叫我們餵母買的 給他喝 但是他完全沒有要把小孩帶這個去吃 所以你跟小孩的相處的時間 你必須要自立自強的去完成這個任務 在出院以前 還沒有越少來之前 天啊好辛苦喔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辛苦的 就是如果你們是有準備要生產 就是你們先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對 尤其是在公立醫院 私立的話就不會了 私立他們是爸爸可以陪著媽媽在醫院 待到媽媽出院為止 對 但是我也有聽說 在其他州有一些公立醫院 是已經沒有那麼嚴格說 一定要幾點幾點 然後家屬的要離開 有一些已經慢慢的就是在改善 對 那你覺得在澳洲整個環境 我聽起來我是覺得他福利還不錯啊 那你覺得是這個環境讓你覺得 是適合生小孩的嗎 我覺得很蠻適合的 公立醫院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那個醫生每一次產檢都可能是不同的醫生喔 他不是說 他沒有一個固定的醫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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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時候不一定是醫生 有時候是meet wife 就是所謂的助產士 去幫你做產檢 對 醫生是用在一些高風險的產婦 所以他們才會就是讓你每一次參檢都是看得到醫生 我剛剛的問題是什麼 這是我媽媽導彈 其實你覺得這個環境適合生小孩嗎 啊我怎麼會這樣 我也忘記了 你們兩個撕呆啊 好 我有個心跳回去 適的人會你知道私利的價錢嗎 幾千塊澳幣啊 有時候 有時候 五千八千都有可能啊 如果你是要看民意的話呢 那就有可能 就是有生小孩兩個小孩 要讓你經濟負得很大嗎 澳洲他們這裡 這裡有所謂的 育兒的補助 育兒補助 對 像我的兒子去childcare 他也可以拿 就是childcare的CCS 就是他也可以拿到一些補助 可是他很多都是按照你的家庭的總收入而去算的 對 所以也不一定每個人拿到的金額都是一樣的 不過都是會有幫助的 多少就是都有一點幫助 對 教育費 不貴嗎 這有分公平跟私利 如果公平的話基本上就不會很貴 但是如果 我講的是 你真的眼睛要上了 可能年紀是差不多在你七歲以上 那就公平私利之分 但是如果是像我小孩 他是只有三歲的話 就是只是在childcare的年紀來講的話 其實childcare他們就是算天到一天一多多少錢 我覺得算是蠻貴的 平均一天都要差不多落在135到150 一百六十塊澳幣之間 一天 一天 單政府有補助一點嗎 沒有補助之下 我講的這個金額是他的原價 補助以後 補助以後 那就要看你們的收入可以補助幾趴 對 補助啊 好棒 原價好貴喔 原價好貴喔 一天真的這麼貴 對 他會打算讓小孩回台灣讀書嗎 會 對 一直以來我跟我先生都一直覺得 就是還是要讓他經歷就是在台灣 就是學中文 就是讓他有享受說在台灣生活的那個過程 所以有什麼打算要怎麼教他 就是跟文化上的不同 我覺得文化很難去教 會去教育他就是文化上面的差異 我覺得他自己應該會分得出來 就是他自己 I think he can tell us the difference 就是他自己會知道 他自己吸收到的部分 可能會有兩邊就是不一樣的 他自己 我覺得他自己應該有辦法分辨的機會 你知道 你也不要那麼激動勒 對 對啊 你想要錄鏡是不是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嗨 嗨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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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有慾的方式不同的吵架嗎 畢竟是我們大背景不同 吵架喔 吵架不會 但是觀念不合不合 一點點口交有可能 對 可是你說如果是因為育的方式而吵架的話 哼 我讓他也不 我讓他也不 沒有啦 各的方式吵架 我覺得倒是不會 但是因為小事吵架倒是比較有可能 不好意思他會說幾國的語言 小孩 你這也不會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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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子會說 應該算三種吧 他會說中文 然後會說英文 然後會說廣東話 亞洲媽媽跟澳洲媽媽的差異會很大嗎 差 很 大 他會說 怕髒這件事情 就是 這裡的 這裡本土的媽媽 基本上都是讓小孩子 放在外面 所謂的野放就是說 他們可能去公園啊 然後或者去什麼地方 他們基本上 就是讓他們在地上爬抓沙子吃啊 或者是等等吃 他們不會 不會覺得沒有這什麼 沒有特別的感覺 嗯 可是 呃 因為我本身就是亞洲媽媽媽 那我剛生第一天的時候 我剛開始就會覺得 什麼去哪裡都要消毒啊 噴噴噴噴噴噴 然後 地上的花不能 地上的花不能撿起來搖啊 然後沙子也 就是也不可以拿 也不可以拿 然後地板也不可以讓他爬 就是基本上都 都完全的不行 他們對小孩子就是比較 我感覺他們 就是讓他們 就是讓他們 是有發展 然後這邊要補充一個 就是你真的 不要讓小孩太乾淨 因為我是學生母了 哈哈哈 就是這個免疫 免疫力是從小 你如果沒有讓他接觸到 這些細菌病毒的話 他是不會發展出他的抗體 對 所以你要一直讓他接觸接觸 所以不要 不要太乾淨 這樣是對小孩是不好的 嗯 已經上幼兒園嘛 那你去幼兒園 跟那些媽媽聊天 或什麼樣 那你覺得會很不同嗎 沒有欸 我覺得就是 媽媽都一樣 都一樣 要給即將 或打算 嫁來澳洲 在澳洲 生小孩的 女兒 女孩們 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嗯 建議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顆很 呃 堅強 然後更強大的心 當然 柔軟的心還是要有的喔 哈哈哈哈 好 原因就是因為說 因為你 理會一個人 然後來住 你的家人 都會在 在台灣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實質上面 幫助你一些什麼 可是 還是要相信自己 對 既然就是 既來之 任何的困難 都是可以 解的 沒錯 我們是過不了的喔 那我們今天訪談就到這邊結 大概就到這邊結束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有更多問題想問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他也有他自己私人的Instagram 然後他還有進一個 關於小孩的粉絲專頁 你們都可以去follow他喔 可以參考一下他平日的生活 還有育兒日記等等之類的 謝謝你們收看我的頻道 謝謝Joanne 掰掰 那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幫我分享 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OK 掰掰 嘿嘿 嘿嘿 嗿